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一切都是从低档开始跟大家做分享 正因为你知道从低档可以进场 往后你的操作就会跟我一样 非常的顺利 我们全国所有鬼谷们的家族成员们 今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 因为我们手中的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 而各位今天是礼拜五 所以我会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礼拜六跟礼拜日 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 把时间给腾出来 好好的做功课 所以这个礼拜我会有一个标股报告 要送给你 而且是免费的送给你 直接放在我Lite 8的上面 所以还没有加入我Lite 8的好朋友 GO888记得去加 索罗门 各位要加入鬼谷们 狂赚索罗门 索罗门我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说过 回答的GTC大会 他这个黄仁勋所说的 就是索罗门的视觉产品 而那个时候的索罗门 你看他去年赚3.11块 那个时候的索罗门才三十几块钱 本益比也不过11 12 13倍 而且我说他的股本17.1亿 风轻轻一吹就往上狂飙了 然后索罗门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AI跟3D 他最重要的 这个两个内容 把它整合起来会变成什么 变成机器人的码举 我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他可以进一步的去抢 新一代AI的机器人 甚至于连电动车 他也都会有 而且除此之外 他把AI的视觉的事业处 把它给独立出来 所以他登 这个索罗门 他登上了这个 辉达GDC的大会产品 就他耕耘7年的产品 他的机器人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可以自行开发AI的算法 然后可以搭配 各种不同的机器人 让机器人可以干嘛 即学即用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所说的 机器人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过往的机器人很笨 你如果10年前所看到的机器人 呆得要命 他只是可以动而已 连动都不灵活 但是未来经过了AI之后 机器人变得非常的智能 深层式的智慧 所以他会看工厂在干嘛 他会看主人在干嘛 进而用他的Bajou 索罗门的产品 看到了经过的时间的观察之后 他可以去预判 你即将要做什么事情 预判 预判你即将要做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机器人 不要说机器人什么都不会 又笨 只会这样 放下去 又夹起来 那没有用 我们要的是机器人 能够做出相对应的判断 甚至于能够比人类来得 更加的聪明 我们在需要解答的时候 他可以替我们做解惑 或是在我们可能会发生 什么事情的时候 机器人可以第一时间 甚至于在事前 就做出了预判 而这个东西不就是 所罗门在做的吗 让机器人能够看得到 让机器人能够学得到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未来 甚至于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台的机器人 但是未来会有10亿台的机器人 那你说所罗门股本才14亿的 他会吃到的饼 有多大块就好 一定是吃得非常的饱 甚至于我在节目跟大家说了 他的未来展望非常的好 而你看 股价几乎都没有动 所罗门根本就没有在动 但是大户先动了 你看从这个地方你对上去 跟这个地方你对上去 完全没动 但是大户的持股 却从7万8千张 变成了8万多张 增加了2千多张 一档没有动的股票 他干嘛要买 买了2千多张 还不是买什么 1、2、10张 1、2百张 买了2千多张 而到了发动点之前 他再从8万张 变成了9万1千7百多张 又买了1万1千2百多张 一路狂买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就会知道 所罗门准备要开始不一样了 所以你在回过头来看 3月12号的时候的所罗门 你就会知道说 哇这个图 这个架构实在是有够漂亮了 这个量能突破 问题是他爆大量 所以有太多人进场去追了 结果他就要干嘛 洗嘛 洗完之后同样的量能在攻 可是这个地方 大家就不跟了 大家就不跟了 因为这一次有跟的人 这一次再发动 我不买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第二根就开始不买了 而这个形态 就我鬼谷子来看 实在是有够漂亮的 So beautiful 而且那个时候才在 39块钱 随即一路往上狂飙 到了4月10号 狂飙9根掌停板 加入鬼谷门狂赚 索罗门 这时候的索罗门 在这个4月9号 已经来到了105.5块钱 已经到了第9根的掌停板 但是很多人都以为 三位数不会过了 但是我在4月10号的节目 这个礼拜跟你说什么 我说喘口气 因为他要为了公百元做准备 各位我也没一切讲在前面 你看到了索罗门的基本面 跟他未来的展望 再加上发动之前的筹码 你就会跟我鬼谷子 一样的兴奋 这档个股充满了power 我的索罗门准备要开始发动了 你就会跟我鬼谷子 一样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不就是 赚大钱的机会吗 太棒了 所以干嘛 赶快买 甚至在一路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观察筹码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加入我鬼谷门 让我鬼谷子来带领你 我的索罗门超级强 甚至我到4月10号还跟你讲 他是为了公百元做准备 结果今天的索罗门 你稍微看一下 已经来到了116 站上了百元之上 116 从原本在这里 39块钱 一路狂飙到了116 加入鬼谷门 狂赚 索罗门 不就是在一档个股 还没有发动之前 看到了他的基本面 看到了他未来的成长性 以及筹码的变化 再加上低位阶的股票 就可以很愉快的赚钱 超过了一倍又一倍 超舒服的 所以这个礼拜大家都过得非常的快乐 那一样同样是低档的股票 同样是市场还没有关注的股票 还有谁 我鬼谷门这边很多很棒的股票 包括了同乡官的 各位三月底谁跟你聊铜 只有我鬼谷子 第一桶狂飙 大雅 华龙 联帽 华 新 龙科 金居 跟台药 全部都涨起来 三月底谁跟你聊铜 这个东西 当时我跟你讲 双红帝的准备要来了 原物料准备要开始狂飙了 结果铜 就涨起来了 我怎么讲 它怎么动 各位 凭什么我鬼谷子讲 所罗门 所罗门就飙 凭什么我鬼谷子讲 第一桶 第一桶就飙 各位 跟我讲什么 毫无关联 所罗门 它是本来就要飙 第一桶是 它本来就要飙 我只是在 它还没有 起飙之前 就找到它 我 只是 帮你 找到飙股 这些本来就是会涨的 我只是在它还没有上涨之前 就跟你做分享 你跟着我鬼谷子的 不就可以买到 还没有起涨的股票 是本来就这样 第一桶 我说AI缺电 更缺铜 那也包括了 它未来的成长性 铜也会大涨 然后AI的算力 跟电的需求 都是年负的成长率 非常的高 而当时 大户已经在买了 散户在绕跑 特定分点 34个月不买 偏偏在最近狂买 原因是什么 不就是因为 它准备要涨了吗 第一桶 326的时候 谁跟你聊它 我鬼谷子聊 随即一路往上狂飙 到了今天又再创 波段新高 从这个地方起 一路往上狂飙 够好赚吧 再来 第一桶 你今天就可以收到说 第一桶 全国家族成员 股价又飙了 请持股续报 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 在事前请大家赶快跟上的 立台第二 也是大户在买 第一桶也有大户在买 立台第二也有大户在买 不就是高频宽 记忆体的 8112的至上吗 你看 估今年的 每股盈余 可以达到6块钱 6块 而这个时候 我3月5号就已经 有预告了 这个时候 3月6号 也不过 60几块 本益比才10倍 你看有多便宜 一直到今天 涨一段 整理又涨一段 有没有一切都预告在前面 正是因为这些的个股 它未来会很好 成长性 是爆发性 而且有大户在买 又在低档区 各位不就赚钱了 所罗门你也可以赚 第一桶你也可以赚 以及8112 至高无上 你都可以赚 都很简单 其实做股票 有一定的方法 跟逻辑 所以正因为你掌握住了 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现在是行下来 你知道大户筹码的厉害 你知道低档的威力在哪里 你知道我鬼股指选股的逻辑 跟精准注在哪里 所以明天礼拜六 后天礼拜日 咱们也别休息 好好的选标股吧 所以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 我会有一档标股的研究报告送给你 就是它 你看4月的爆发股 还没有涨 但是你看大户筹码在干嘛 狂买 从1月份的大户 27个人 4月份的大户 变成47个人 差别大概是3个月 增加的幅度有多少 持股从原本的6万张 变成了7万3千多张 暴增了1万3千多张 不到3个月 3个月左右的时间 大户的人数 跟持股的张数 全部爆充 这档个股 我要送给你 而且它高位阶还低位阶 你从周K的角度过来看 它在低位阶 现在大概 来我们拉近一点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而它的高点 在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空间有多大 而现在大户已经进来了 鬼骨子不长吃 直接放到了我的研究报告里面 就放在Lite 8 小老鼠GO888的里面 直接放在里面 让你去看 为什么这档个股 它具备了上涨的能力 跟力道 直接公开给你 所以礼拜六跟礼拜日 也别闲着 别以为我们已经赚很多了 所罗门也狂赚 第一桶也狂赚 至上也狂赚 甚至下个阶段 我要跟你聊的重点 更是赚爆 还要有下一档新的股票 各位 我们一档接着一档 完全不停歇 才可以赚得 非常的愉快 所以这档个股 直接免费的送给你 我们来做个朋友 好 那还没有去拿到 还没有加入我们Lite 8的好朋友 请你自寻去加入 来 导播 进广告 我最爱的 那就是从低档 慢慢涨上来的股票 所以你观察我鬼骨子 够久的朋友 你都会知道 别人都是怎么样 爆大量 网上狂飙就开始在节目吧 今天有上涨的股票 全部都数一遍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我跟你分享的股票 几乎都是还没有涨 还没有动的时候 我已经早就开始在关注 包括了像重电 像铜 像机器人 以及3034的联勇 各位 我一切讲在前面 联勇 上个礼拜 谁跟你聊他 问题是他的产品 在手机 平板 甚至于在TV的部分 都会越来越多 而且未来PC跟NB的部分 在AI的带动之下 也会有换机的需求 而且他的业绩将会受到 还有新产品 折叠的行动电话 渗透率的攀升 年复合成长率 可以高达45个百分点 各位45个百分点 是一个非常高的成长性 这就是我要的股票 而当时的联勇 你稍观一下 今天3034的联勇 因为这两个股比较贵 我给登峰跟荣耀的部分 今天创新高了 我们好几天前就已经 领先市场来布局 今天果然创新高 恭喜我们鬼股们 获利持续飙高 光光是这个礼拜 4月10号的时候 各位它涨了吗 我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请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注意它 4月11号也还没涨 稍微动 而今天呢 直接一根长红棒 往上喷出去 我给你的股票 都是有本质 有成长性 还有一些细部内容 我先不说 而这档个股 我从4月3号 就开始在关注它了 各位 所有的标股的到最后 那个叫做果 但是我在带你做的 我在节目跟你分享的叫做因 每一次不管是所罗门 第一桶 跟智商 跟华城 中兴电 这些股票都是从底部开始 跟大家做分享 带领我的家族成员做进场 我的股票 每一档都很强 除了基本面跟成长性之外 还有关键的内容 我就不说了 不然 你去想看看 4月3号 谁会跟你聊 莲勇这种股票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耿顶 你一定也要多注意了 各位我就讲到这边 你一定也要多注意了 好比我在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 航运 你看我在跟你讲航海的时候 谁跟你聊 没有 但是它的下半年的需求 要开始变好了 而且就红海的部分 它会是利多 因为那边有战争 所以相关的运费的部分 势必会紧俏 4月9号的域名 它有涨吗 没涨 但是我已经看到不一样的地方了 整个世界 整个市场看到皮 看到肉 但是没有人像我鬼故子 看到骨 骨头才是最精华的地方 看到皮 看到肉 那都会随着岁月而变化 但是骨头 股票形而上的内容 它才是真的 永恒不变的道理就在于这里 所以我当时就跟你讲 绝对不是基本面 包括像星星跟慧阳 4月9号就公开跟你讲 整个市场没人要讲 我来讲 4月11号 在域名的部分 准备要动了 在星星的部分 立刻就飙了 4月9号讲 4月11号就动给你看 4月11号的慧阳 又再创新高 而今天的域名 也创波段新高 今天的星星 也创波段新高 今天的慧阳 也创波段新高 我有没有一切都讲在前面 甚至于这些相关的类股 各位根本就还没有走完 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因为你把时间给拉长 它都还在底部 那你想看看 你买这种 网上空间很大的 又在相对低档的 进可攻退可守的个股 你的胜率 能不能够变得很大 可以啊 那你每一档都跟着我鬼股指 做这种胜率很大的个股 我的股票 能不能够带给你 满满的 获利出来 紧接着 钢铁 也是没人讲 我说准备要震撼 台北股票市场 钢的价格已经在动了 包括了三大利多的部分 龙钢 三月底它有动过吗 到了4月3号 也还没涨 我还是持续给你追踪 4月9号也还没涨 一档没有涨的股票 只有我鬼股指 会一直在节目跟你说 4月10号 有没有动给你看 4月11号 它有没有又再创 波段新高 到了4月12号 又准备要向上喷出 已经又开始 把成本跟获利给拉开了 一切我都讲在前面 而且我跟你分享的 这一些的个股 都是有本质 有未来 而且还有关键的阴阳百合 继续讲下去 包括了像那个时候的店 谁跟你聊店 只有我鬼股指 在刚过完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在聊AI 只有我跟你讲 店要来了 包括了像市店的部分 它吃到是北美 那边的订单 2025年 明年渴望再进一步 变得更好 所以它在台电的强力电网的计划 订单 营收成长率 可以维持在双位数的百分比 包括了它现在在盖场 明年会完成建制 各位要盖场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明年要扩充 所以它的产能会再增加 将近要30个百分点 所以那个时候的市店 滚本就没去 随即一路往上狂飙 有没有超好赚的 那今天的市店稍微整理 给它时间吧 华城 这个时候谁跟你聊 372块钱 我来聊 我来聊 然后聊 涨到了800多块钱 一直到今天 已经变成了946块钱 它的订单 已经接到了明年 法人 已经看到了1200块钱 那我们不要看那么多 看到市位数可以吧 从300多块钱 看到市位数 够舒服吧 包括了像1514的 亚利的部分 也是从低档 一路往上狂飙 那你看 今年 在第二月的时候 它的每股盈余 0.21块钱 你给它乘以12块 你给它乘以12个月 现在的价格 本益比坦白讲也不高 从中心店的部分 我也跟你讲 当时低档 本来先涨了 结果经过了整理 整理 我还是追踪它 一档没有涨的股票 我还是追踪它 因为 终究会涨 终究会涨 不就是这样吗 一切我都讲在前面 所以各位 在外面 可能自己不知道 怎么操作的 会觉得股票市场 怎么呼 12涨这个 12涨这个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没关系 你来我这里 我来教你怎么做股票 什么样的个股会涨 它的题材在哪里 它未来的成长性 跟可能性在哪里 我都知道 所以今天 我为了你再加开一天 没道理到昨天 就停止 既然是生日 我就整个礼拜都送给你 所以我的生日加码 送会期 各位你停我多少 我就停你 多多少 你停我三个月 我就停你三个月 你停我六个月 我就直接送你六个月 够好吧 所以在过往 如果做的不顺利的 都没关系 都过去了 来 有需要的 不管是广告中的电话 或者是GO888 你都可以在里面做询问 我跟我的专员都会 有任何的问题 我都会去回答你 最后 最后想加入的 就利用广告之中的电话 那这档个股 4月要爆发的股票 1月份跟4月份 短短三个月 暴增了1万3千多张的股票 直接放在LINE AT GO888的里面 自己去看 免费的送给你 下个礼拜我们一起加油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苍锋 半军行万里 我是金融鬼孤子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